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香港今天受到廣闊低壓槽影響 天氣都比較不穩定 首先看衛星圖像 可以看到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雲大 今早覆蓋著廣東沿岸 以至南海北部 如今香港的天色都會比較多雲 如果看回最新的雷塔圖像 可以看到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漁區 今早亦影響廣東沿岸 特別是今早五、六時左右 可以看到紅紅橙橙 代表著大雨的區域 亦慢慢捱緊香港 所以預計香港今天會有着雨 和狂風雷暴 特別是初時的雨勢 還會比較大 各位要注意 天文台日子今早6時10分 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各位今早出門上班上學前 也記得留意暴雨警告信號的最新情況 另外也要留意外面的最新天氣狀況 另外雷暴警告現在亦同時生效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早6時為止 香港大部份地區的氣溫 是介乎25至28度左右 至於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是多雲 有驟雨和群風雷暴 初時雨勢是頗大的 日間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0度左右 吹微風 展望方面 預計明天沿岸地區 都會繼續受廣闊低壓槽的影響 以至今個星期的後期 這裡廣闊低壓槽 都會在南海北部徘徊 所以在雲糧雨量的預測裡面 可以看到沿岸地區 都不時受到一些雨區影響 所以展望香港未來幾天的天氣 都會繼續有幾陣驟雨 各位要注意 今早的天氣報告講到此為止 再見